其實是當時大家開會談想要做什麼主題 因為我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他們問我你喜歡做什麼 你平時有什麼喜好 我想了很久 其實我平時都是吃、睡、到處去 一說起吃,大家就會在這裡說 你覺得哪間餐廳好吃 或者哪樣東西你喜歡吃 大家開始偷偷不絕地說 就發現原來吃這個主題 都可以做 都可以介紹一下 面面到一個美食獨契 就是我自己的一個美食獨契 你看到那些相片 有煮過好像昨天的意粉 意粉 有煮一個羅松湯 一個集菜湯 然後有蛋糕 雞翼 這些食譜都是我自己找的 而且都是我自己真的煮過 和我喜歡吃的東西 我覺得 我可以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和別人分享 其實都是很開心的 其實都有想過開咖啡店 但是我覺得 我有很多想法 我想說 例如在買衣服的地方 會有一個小的地方 可能是 高級茶 可以吃東西 喝咖啡 那樣東西 我也有想過 但是 目前為止 其實我要做的就是 努力賺錢 因為如果沒有錢 這個夢就會實現 這個夢是很實際的